首先我們邀請到的是 風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夥人 林明遠先生 也是Peter 歡迎你 請到台上來 另外一位呢 我們的貴賓是南極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我們的專案經理 黃美錦小姐 歡迎你 在今天呢 我們當然從這個現在 我們未來 還有我們希望怎麼樣做 也都是非常多人非常關心的 包含了如果有很多人在現場 看到了一些展覽之後呢 就會發現說 現在有好多的東西 好多的科技可以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那當然囉 怎麼樣來幫助我們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覺得教育呢 是向下扎根的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如何呢 能夠把這樣的觀念永續經營的發展下去 讓更多更多 除了個人家庭跟企業能夠知道之外呢 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更加了解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呢 今天我們在這個座談會當中呢 我們參與的貴賓裡面 我們也會跟大家來一起來聊聊分享 包含在工作上面 生活上面的一些經驗 首先呢我們講到呢 在今天講到的主題就是 新時代的綠色經濟 弗里曼說呢 綠色經濟將成為所有的市場之母 我相信有很多人對這句話 一定不會反對 因為呢 畢竟現在很多很多綠能產業 都是很多科技公司 還有很多的公司 希望去朝這個方向去發展的 那當然囉 在所有成為所有的市場之母之後呢 也是企業跟國家千載難逢的 包含了經濟的投資 還有發展成長的一個機會 台灣現在的狀況怎麼樣呢 是不是啟動綠能以後 就能夠帶來新的商機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會 從很多很多的錢啊 經濟的方面呢 來去著手去想 但是呢 為我們的永續生存跟發展呢 這也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首先呢 我們就先請我們的 林明遠先生 我們今天就稱呼您Peter 跟我們一起來談一談 在這個您的部分 談到呢 我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的狀況 謝謝 謝謝各位 那 我想從我的角度來聊這個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 現在我們會 會這樣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想這個問題的本身 以一個這個創投從業人員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實際上過去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地小人籌的一個一個島國 那當然 對我們來講 就是說如果要找一個生存的一個機會的話 那當然就是會以出口為導向 那當然出口的導向 當然我們過去 曾經曾經很自傲也很很幸運的去來說 就是說其實在整個全球高科技的供應鏈呢 我們是佔有一席之地 那當然我想高科技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以一個代工為主的 那談到代工的話 那當然就是大部分都是以製造業為主 那當然過去 那當然過去 這個所謂的Thomas Freeman的一個角度 就是以美國這種消費為主 那可是在這個全球一個經濟的一個當中 這種消費跟製造 長期下來的話 那你對於整個 能源的一個消耗 那對於整個碳的一個 這種大幅度的一個排放 那我相信這個影響之下 就是長年下來就是一個能源短缺 那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 除了能源短缺之外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說 對於整個碳的一個排放呢 也影響很大 我想大家這幾年已經 這個已經是無庸置疑的一個形象 就是說 整個氣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一個 一個極端的一個變化 那包括現在我們整個花東地區 還有人在拯救 就是因為受這個極端 這個氣候影響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大陸來的一個旅客 還有我們的同胞本身也是一個受害 那當然這些年來 這全球的各國也都意識到這樣一個形式的一個改變 那所以我想世界各國大家也努力就是說 這個整個能源的短缺跟整個氣候的一個極端的一個改變呢 已經不是單一個國所能夠去解決跟解救的一個問題 這必須要透過一個跨國性的一個合作 那當然過去這幾年 台灣也 也因為整個國際的一個合作的一個情勢底下 那國內呢我想很多的企業以過去的一個製造導向 那當然製造導向 當然另外一個從一個經濟層面來看 就是說很多在這個製造業也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一個興起之後 漸漸的往外移 那台灣本身在這個製造業外移的一個情況底下 也希望能夠尋找一個新的一個一個市場 新的一個技術 那甚至是說希望能夠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個角色 所以能源這個題目呢 這是最近這幾年來台灣很多產業 就是一些大企業跟一些新興產業 都想要極力琢磨的一個情形 那包括過去我們也有看到 像台灣也蠻蓬勃發展的 比如說像太陽能產業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替代能源的一個題目 那當然雖然這個太陽能產業已經是五十幾年的一個產業 但是因為一個一個新的一個需求的一個出現 那當然也會有一個新的技術 新的廠商一直在出現 那當然過去台灣也有人在推這個所謂的風力發電 那當然我想台灣比較擅長的是LED的一個產業 那過去LED從早年的一個這種所謂的裝飾燈 到後來的這個包括在手機的一個背光的一個應用 那到現在的所謂的TV的一個背光的應用 那當然現在在整個能源產業最熱的就是所謂的LED的一個照明 那另外一個部分台灣更擅長的就是所謂的半導體的這個產業 那半導體產業其實它也並沒有在這個能源產業當中缺席 因為台灣以這個半導體的製造的一個實力 那過去我們也很多的所謂的IC設計的公司 也很努力在開發這種所謂的節能的一個IC 那另外的一個部分除了我剛剛講到的這個太陽能LED 還有這個所謂的IC之外 那最近這一兩年也很熱的就是所謂的電動車 那台灣的電動車除了在馬達有一兩家產商表現得還不錯之外 也蠻多的大的廠商投入在這個所謂的電池相關的 那這個部分呢也是我們在未來蠻看好的一個行業 那所以就是關於過去的一個行政的原因 跟現在現在台灣的一個情形 我想我個人先報告到這邊 那大概就是先這樣子來跟各位簡報一下 是 謝謝Peter 其實我想台灣是個島國 從以前我們以出口為導向 希望做代工 然後呢慢慢的我們發現說 在這個我們本土裡面有很多的能源 漸漸的耗節之後 我們必須進口很多的能源 當然囉 對於我們現在 如何能夠在所謂的能源節節高漲的一個狀況下 越來越匮乏缺乏的一個狀況之下 能夠節能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這就是甚麼我們可以想開放的 我們要看這個能源要給大家 為什麼要不做? 我們要去看更多的東西